港大机械工程系前副教授张其中被控杀妻案 陪审团中午退庭商议 张其中被控2018年8月17日用电线勒死太太 他否认谋杀罪不过承认误杀 但不被控方接纳 高等法院法官彭宝琴之前引渡陪审团的时候 说需要考虑被告行空的原因 是否被挑衅和精神状态 假如接纳因为受挑衅而犯案 应该裁定被告误杀罪成 如果认为精神状态不会导致被告失控 就应该裁定谋杀罪成